台湾骄傲本土品牌宏基 创立40周年了 创办人施政隆 周三在记者会 感想多多 那40年真的是不容易 我回想起来 在40年 一个高科技公司 可以托人 现在电脑公司 比宏基年纪大的 好像算不太出来起家 如果从个人电脑的话 只是你的轻易 他语出惊人 首度说出 找老外蓝旗当西优 错了 因为西方霸道文化 跟东方王道文化不一样 宏基应该靠人质 靠王道 反正在照我只有一个观念 就是王道一贯之 王道一贯之就是 如何找到更有创造价值空间的方向 第二个如何建构一个 能够创造价值的一个机制 所有的在照转型 基金就是抱着 为了勇气经营 我们就是以王道的精神的意义观资 赤正龙对现在的CEO 陈俊胜很有信心 也赞许他是一个有格局 有承诺的人 不是打工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